哈喽 每日做更新的君君来了 如今陆局都是九五后演员罢评 仙剑旗下转四 陈真远 我们的翻译官陈兴旭 齐青昭 徐凯 还有吴磊 王河迪 通通都是九五后 而最近随着仙剑四脑柱范围争议 连带让网友讨论起九五生的资源 有的男性刚出道就是男主开位 逆天的资源让人眼红 近期陆网页统计处 九五生们演男主角的频率 以下为TOP是网单 一起来看看吧 陆剧旧盛演男主频率 TOP是敖瑞鹏 出道六年 八部男主 敖瑞鹏是近几年窜写的新面孔 他曾出现在赵卢斯传的古装小甜剧 郭子健来了个女弟子演男配 去年和田锡辉合作的花轿喜事 更出现在武侠剧《少年歌行》 两部剧热播让敖瑞鹏盛盛势上涨 敖瑞鹏出道六年主演十五部录剧 其中八部都是男主角 资源算不错 戏源没有断过 去年敖瑞鹏也接下了 目前正在拍摄的新下剧 百月泛星 搭档古装女神白鹿 敖瑞鹏被看好有望被白鹿带火 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很不错 陆剧就生演男主频率 TOP9 王子齐 出道六年 八部男主 王子齐第一部 幸福尽在咫尺 就搭档陈一涵演了男主 后来又凭借小透明网剧 《遇刺小五座》窜起 《遇刺小五座》 这部小甜剧被视为2021的黑马剧 将王子齐这个无名小演员瞬间捧起 虽然还没有到高人气男神的地步 但已成功走入观众的视线 去年 王子齐 王玉文 二大主演的小甜剧 你给我的喜欢 同样顺利走热 王子齐算资源不算最顶级 但不缺戏拍 他出道六年 主演的十三部录剧 其中有八部是男主角 频率比敖瑞鹏略高一点 录剧就生演男主频率 TOP8 宋威龙 出道八年 十一部男主 宋威龙在旧生里 资源真的算不错 他出道八年 只要十二部录剧 其中十一部 统统是男主角 不过宋威龙长这么帅 贝利鹏也是能理解啦 宋威龙早期是 余政公司的艺人 先是出现在 余政制作的 半腰青城二 接着 我与你的光年距离 凤秋皇 宋威龙直接运到主角 虽然剧版凤秋皇质感差 但当年也是很受瞩目的 小说IP呢 可惜后来 传出宋威龙与余政闹不合 双方闹解约 导致宋威龙两年没禁足 现在卡威有点不上不下 好不容易有戏拍 结果古装剧相思令 合作杨颖 杨颖又因为 风马秀正义 传出被封杀 有点流年不利的感觉 陆剧旧生 演男主频率 Top701 出道五年 齐步男主 零一的资源 其实也很好 第一部剧 只有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就是男主角 而且这部的姊妹作 小美好 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新人演员来说 算是很好的饼 后续 林依也成功 变成网剧男神 陆续播了 良辰美景 好时光 稀有琉璃娃等剧 热度都不差 林依是他人影视 力捧的新生代 一直不去戏拍 林依接下来的代步剧 期待度都挺高的 有搭档周夜的天宠剧 别对我动心 还有最新接下的 嘘 国王在冬眠 搭档于树星 林依也加盟了 刘依菲的玫瑰故事 算只是男主之一 但以阵容来说 见刘依菲的剧绝对不亏 《龙王剧救护圣》 演男主频率top6 丁与树 出道7年 10部男主 丁与树第一部剧 是新校江湖 出道作品 就担任了重要角色 而丁与树窄 窜火的快 出道两年 就凭成文中的陈建谦 与赵露丝双双抱护 丁与树的资源 说好不好 说话也不坏 她的男主剧不少 主演的录剧13部 有10部剧是男主角 不过 顶级资源的占比不多 是靠着剧本好 再加上丁与树的角色 完成度高 讨论度才冲上来的 今天丁与树有一部 古装剧万种瞩目 那就是搭档丁与树的 《勇业星河》 这部剧和《苍蓝爵》 是同一个制作团队 改编自热门小说 《黑莲花攻略手册》 两人先前合作 月光编奏曲 CP火花还不错 不少网友都看好丁与树 有望被虞书星带火 陆剧救生 演男主频率 Top5 李鸿逸 出道10年 15部男主 李鸿逸出道10年 演了15部男主角 但一直没有真正大火 他作为人熟知的 就是和赵卢斯合作的 天雷衣布至春花秋月 他的古装脉象 鞋没有仙气十足 比起穿时装的样子 更出圈 去年 上年歌星 让李鸿逸话题稍稍攀升 但流量在《九五声》中 还撑不上前段班 李鸿逸最近也接下古装剧 《风华旗有路》 搭档《九五花》王楚然 王楚然话题度一直挺高的 而两人古装扮相都不错 这部剧应该能期待一下 陆剧救生 演男主频率Top4 侯明浩 出道10年 16部男主 侯明浩 自闻也不错呢 他曾是偶像男团出身 出道第一部剧 韩武记 就是男主角 接着 隔年又凭 人不飙悍往上年 收获人气 目前侯明浩 演了20部陆剧 其中高达16部都是男主 剩下的 有的是单元剧 有的是男二 他资源真的不错 侯明浩这两年 篡生得很快 去年凭借新侠剧 《护心》 却让你播粉丝 在这播出的一人之下 又收获好口碑 而2024年 侯明浩有武侠剧 《少年白马嘴春风》代播 另外就是 郭敬明知道的 《大蒙归离》 郭敬明的剧 话题肯定少不了 万有多看好侯明浩 有望凭大蒙归离 提升流量 陆剧《九五双眼男主频率》 Top3 《行招零》 出道九年 十六部男主 《行招零》也是九五后 也是这几年的甜宠剧 男主专业户 自《双世宠妃》爆红后 就一直拍甜剧 但始终跳不出甜剧的套路 演技不断被吐槽 《双世宠妃》系列算评价一般 但至少广为人知 而他近几年 这样的甜剧都不太行 去年搭档张学银 主演的《泽君记》 更是扑得悄无声息 以评律来说 《行招零》九年 演了十六部男主剧 算是资源不错 只不过《行招零》 主演的都不是大制作剧 大多是中小成本网剧 而近几年 《行招零》的声势 也没有前几年那么好 发展已经比不上 吴磊 王和帝等人了 目前他还有翻拍剧 《我的女孩》 搭档行飞 以及甜剧 《我的差评女友》 搭档卢杨阳 陆剧《旧生》 演男主频率 Top2张灵鹤 出道四年 十部男主 张灵鹤 凭借古装填充剧 《少女大人》 正式进入演义圈 资源同样出奇的好 张灵鹤第一部剧 就是小成本网剧的男主角 搭档的 还是当时已有名气的陈瑶 在《灿烂绝》播出之前 张灵鹤就已在古装剧 宁安如梦 演到了白鲁的男主角了 在单改剧 还没被禁之前 张灵鹤还搭档翔肖文 演了《天官赐福》 这部和陈其林 是同个小说作者 墨香同秀的作品 《撒烂绝》 让张灵鹤 忍起窜身后 他又接下 杨幂花小红娘月红篇 饰演某个单元的男主 另外 还二大于书欣 演了古装剧 《云之雨》 张灵鹤古装扮相帅气 确实是值得被捧的前力鼓 陆剧《旧生》 演男主频率 Top1 徐凯 六年 十七部男主 徐凯的资源确实好 出道六年 就演了十七部男主剧 他是知名制作人 于正 公司旗下的演员 和白鲁一样 自出道以来 就被于正捧在手心上 不过其实早期 于正要捧的不是徐凯 而是同期的宋威龙呢 在《凤求黄》里 徐凯仅是小配角 没想到第二部剧 《沿袭攻略》 就让徐凯大火 徐凯才转而受捧 徐凯确实有潜力 长得帅 古装扮相好看 是如今救后最火的男性之一 徐凯以沿袭攻略 生士起来之后 就几乎搭变了 各个人情女性 爱大巴定律 搭杨幂 千古绝尘 搭周东宇 奇境招 搭于初心 你比星光美丽 搭谭松韵 重欢记 搭杨子 子叶龟搭田兮威 一些女性 都快被徐凯给搭变了 这个资源 确实让人羡慕 曾顺系 王鹤蒂和陈真远 没进前十 曾顺系 出道十年 十三部男主 曾顺系 王鹤蒂 陈真远三人 分别落在 十二到十四名的位置 曾顺系 出道十年 演了十三个男主 他资源挺好的呢 曾顺系 总能找对系录 演到适合的角色 王鹤蒂 对曾顺系的观感 普遍不错 他是九五胜利 手握最多高分区的一位 餐演的莲花楼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 和终极笔记 都是破八分的好剧 王鹤蒂 出道七年 九部男主 王鹤蒂 男主频率 看上去也不是很高 但王鹤蒂 参演的几乎全是大制作 出道第一部剧 流星花园 是当时万众瞩目的剧集 月龙当时也是 热门游戏IP改编 是大家眼中 资源不错的一位九五胜 陈真远出道九年 十二部男主 陈真远出道九年 演了十二个男主 第一部剧 秘果就是男主角 而且陈真远 志愿的很多剧 都是热门IP改编 不是那种 二三线的小网剧 在单改剧 还没背进时 他就接下了话题度超高的烽火流金 近年 又搭档赵露丝主演 偷偷藏不住 搭档居进一的 《仙剑旗下转四》 都是话题剧 吴磊 陈兴旭 在后端版 吴磊出道十八年 十二部男主 吴磊和陈兴旭 两位同性资源 就不算太好 吴磊是一部部剧 磨上来的 出道十八年 十二个男主角 虽然同性时期 就已经有了名气 但吴磊成年后 没有一上来就演主角 他先从蓝牙榜 旋风少女的配角默契 今年才慢慢接到 长歌行 心狠灿烂等热闻古装剧 陈兴旭 出道十五年 九部男主 而陈兴旭 出道十五年 九个男主角 他是迎着东宫出圈 做出 东宫也不是什么顶级资源 原本大家都在唱衰呢 然而陈兴旭 将李承宁这个角色 养活了 大家才一举认识了他 好了 看完以上录剧《九五生》 演男主频率套不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